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大家還記得我們頻道在幾個月前 才剛說Wi-Fi 6E 6G 1Hz 這頻段終於在台灣開放之後 其實同時間 只是在去年的時候 大家還是停留在Wi-Fi 6E的討論 沒想到的是Wi-Fi 7來勢洶洶 今年2024更是被市場稱為Wi-Fi 7元年 甚至連剛發表的iPhone 16 也是全系列都升級Wi-Fi 7 那到底什麼是Wi-Fi 7呢? 為何它會來得這麼快呢? 那今天我們就來講講 Wi-Fi 7它為什麼就突然出現了? 好那在影片開始前 請大家先為這個影片按個讚 這對我相當重要 那既然講到Wi-Fi 7 今天我們就說三個部分來說 第一 Wi-Fi 7到底強在哪裡? 第二 Wi-Fi 6E 很多人都還沒開始入手 那怎麼要換Wi-Fi 7了呢? 那第三 Wi-Fi 7到底該怎麼買? 那既然我們講到Wi-Fi 7 那我們就要說說 Wi-Fi 7到底強在哪裡? 那其實我們從Wi-Fi 5 進化到Wi-Fi 6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知道說 Wi-Fi 7它到底多了什麼? 首先Wi-Fi 5到Wi-Fi 6 最重要的一個升級 當然就是速度 而其中最先升級的就是調變速度 由原本的256QAM升級到1024QAM 因為它是一個團播平面的展開 所以每次的升級都是以2的平方來進化 可想而知 Wi-Fi 7的進化 就是由原本的Wi-Fi 6的1024QAM升級到4096QAM 當QAM的數字越大 它的速度就會越快 因此相比Wi-Fi 6的1024QAM Wi-Fi 7的4096QAM的速度 大概提升了20%左右 也因此速度的提升 這是第一重要的 當然除了速度的提升以外 還有一個也很重要 就是通道的進化 那通道的進化它分成兩種 一個就是直接增加通道 所以由Wi-Fi 5到Wi-Fi 6 就是從原本只能使用一個通道 直接變成2.4GHz跟5GHz 兩條線路都能用 Wi-Fi 6到Wi-Fi 6E 則是把原本只有兩條路 變成多一個6GHz可以走 當然網路就會變得更順暢 那第二點就是直接把通道給它 加大 那從以前的2.4GHz裡面通道 它只有20MHz 進化到5GHz 它裡面就有80MHz 接著到6GHz 就把通道變成160MHz 但這也還不夠 Wi-Fi 7 更是一口氣將6GHz 頻段裡面的通道 再拉到320MHz 因此Wi-Fi 7 它不僅是通道變多了 而且還加寬了 這樣對於很多人 同時要連無線網路的情況下 網路的速度 就不會因為塞車而造成延遲 這也是為什麼6GHz的開放那麼重要 因為現階段 2.4GHz 5GHz的頻段 已經到處塞滿了 不僅通道狹窄 還可能跟鄰居打架 現在多了6GHz 就解決了許多的常見問題 而在這個基礎上 Wi-Fi 7 更是新增了一個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大更新 就是MLO Multi-Link Operation 中文應該可以叫做 多重連結模式 在Wi-Fi 7之前 所有的通道 都只能選擇一條通道來走 所以2.4GHz好走 它就走2.4GHz 5GHz好走 就走5GHz 但Wi-Fi 7以後就不一樣了 有了MLO之後 你可以同時三條路一起走 同時擁有了 2.4GHz的高穿透力 又有5GHz 6GHz的大頻寬速度 這是前面幾代 完全沒辦法比拼的一個大升級 除了MLO以外 Wi-Fi 7還有一個新功能 就是補強Wi-Fi 6的一個Multi-RU 中文叫做多重支援單位 簡單的說 就是把使用者的頻寬切開 Wi-Fi 5的時候 一個使用者佔了一條路之後 那不管它的量多大 就是佔了一條路 就好像是用一個小包裹 就佔用一台大卡車 然後那個大卡車 就只在那個小包裹在走 而到Wi-Fi 6的時候 可以透過Premium Fountry技術 把一輛卡車切成好幾個區塊 讓更多的包裹上同一台車 但Wi-Fi 7的Multi-RU技術 則是讓Premium Fountry的技術 非常光大 它不只是讓一台卡車的好幾個區域 都可以載貨 而且還能夠讓不同區域 再搞急韻 也就是說 沒有塞滿的一個區域 可以讓其他單位的包裹 切切 然後放進來一起急韻 就不用再另外再切個區域 來放一些放不下的包裹 而是將卡車上的空隙塞好塞滿 這樣即使在非常多人使用的狀況下 也不會造成網路塞車的狀況 所以講到底 Wi-Fi 7到底升級了什麼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1.速度的提升 2.頻寬的加大 3.可以同時使用所有的頻寬跟通道 這是Wi-Fi 7升級最核心的三大要素 所以在了解Wi-Fi 7的優點之後 我們就不難發現 到底為何連Wi-Fi 6E都還沒開始普及 大家就要準備換Wi-Fi 7 其實這樣講也不太正確 因為在去年底 6GHz正式開放之後 其實市面上的Wi-Fi 7產品 它是遠遠低於Wi-Fi 6E的 畢竟新出來的技術 還沒來得及放在新產品上 所以在當時Wi-Fi 6E還是多數 但是重點來了 除了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剛發布的iPhone16 全面支援Wi-Fi 7的狀況下 再加上 今年剛好搭上了AI浪潮 微軟結合高通推出了一系列的AI PC 前陣子我們網站的文章也有介紹到 就是因為這個AI PC 大大推了Wi-Fi 7一把 因為在大多數的AI PC上 就已經是把Wi-Fi 7列入了AI PC的標配 也因此原本市場上 Wi-Fi 7的產品寥寥無幾 就突然之間有一大堆 標配Wi-Fi 7的設備 當你有Wi-Fi 7的設備之後 當然 Wi-Fi 7的入流器市場 就因此被打開了 畢竟這種東西本來就是 需求跟產品之間的互相拉抬 所以時間點 剛好就隨著iPhone16跟AI PC Wi-Fi 7被迫變成標配的狀況下 Wi-Fi 7的分享入流器 就理所當然了變成現在的主 反而是 推出很久 台灣一直沒辦法完全發揮Wi-Fi 6E 才剛準備起飛 就準備被披彈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好 那既然Wi-Fi 7要變成主流 已經成為事實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該好好來看一下 目前市場上標榜Wi-Fi 7的產品那麼多 那我們該怎麼選 那目前呢 標榜Wi-Fi 7的產品的入流器 大概分成三大類 你要買之前要先確定你的訴求是什麼 這樣才能買到最符合你的預算的產品 這三大類分別為 第一個 沒有6GHz的Wi-Fi 7路由器 那這一類通常比較便宜 因為它直接閹割掉6GHz的頻段 雖然保留Wi-Fi 7技術 也會讓整體網路效能提升 但是就少了一個寬廣的道路 讓資訊去傳輸 因為沒有這個6GHz的同時 當然也沒有了320MHz的寬廣的通道 因此如果你是真的很個人使用的話 連接設備不多 不會因為設備之間去搶連線 搶頻寬的話 那麼這類產品就適合你 像是這台 TP-0殼ARCH B230 它就是一台沒有6GHz的一個頻段 但是它還有Wi-Fi 7的特性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台 看起來是蠻酷的 而且ARCH B1-230 還有兩個2.5G BPS的一個網路孔 所以就像我們之前影片所提到的 網路升級可以從2.5G BPS開始 所以如果有這類需求的玩家 可以先從這種CP值比較高的 入門級的Wi-Fi 7 像ARCH B1-230下手 馬上就能擁有Wi-Fi 7的一個極致體驗 那除了ARCH B1-230路由器以外 如果你是大頻速的使用者的話 當然也有這一款 DECO B1-230它也是把6GHz整個給它拿掉 但是它採用了Wi-Fi 7的技術 尤其是Mesh無縫網路跟全覆蓋 加Wi-Fi 7的MLO技術 讓你可以非常完整的使用 全覆蓋的一個雙頻網路 那Mesh入歐器 升級到Wi-Fi 7之後 才可以說是真正的一個全覆蓋網路 畢竟不再是無縫切換 而是雙頻都能使用 在使用體驗上會更加全面 而且它也一樣採用了兩個2.5Gbps的網路孔的配置 再加上非常便宜的價格 如果你是需要網路覆蓋區域較大 這個DECO B125 也是高性價比的一個選擇 那接下來我們講第二個 它就是有6GHz 但是未達全速的Wi-Fi 7路由器 其實有6GHz的加持 才是真正意義上的Wi-Fi 7路由器 像是這類機型 一般來說肯定是比較貴一點點的 但也因為它沒有把速度做到最滿 所以它的價格其實也不會貴太多 那重點就來了 到底在入門機型裡面 有沒有擁有6GHz三頻段 而且性價比又很高的機型呢 哼 還真的有 就在 水星網路的MR47B1 它就擁有2.4GHz 5GHz 跟6GHz三頻段 有6GHz之後呢 當然就有320MHz的大頻寬 再加上它有4個2.5Gbps的網路孔 讓你在有線網路上既可保有擴動性 在無線網路上也有完整的Wi-Fi 7體驗 那重點來了哦 現在水星網路 MR47B1 它是直接大降價 降價幅度有多誇張呢 它原本是賣6999 那現在讓你猜變多少 直接砍一大刀 那現在是3999 可以說是目前市面上 性價比最高的Wi-Fi 7入門機種 如果你想要體驗Wi-Fi 7 又想要很多人同時聯網的需求的話 那麼水星網路 MR47B1 絕對是目前最佳選擇 沒有之一 那除了水星網路 MR47B1以外 在第二類的機型裡面 是用大頻速 多格間的Mesh錄合器 還有這個 DECO B165可以選擇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每個DECO Mesh上 多4個2.5Gbps的網路孔 這讓大範圍的使用者 更有優勢 無論是有線的超廣擴充性 或無線Wi-Fi 7 Mesh的 超廣覆蓋性 都讓Wi-Fi 7 在Mesh上有超強的發揮 接下來我們看第三種 就是有6GHz 而且有完整速度的Wi-Fi 7入門器 你也可以說它是 蠻血版的Wi-Fi 7入門器 那6GHz呢 它的最高理論是 11520Mbps 因此擁有完整速度的 6GHz的頻段 才能體驗 最完整的Wi-Fi 7速度 但是問題來 你很可能 還記得我們之前影片有講 在那麼高速網路以下 你能夠實際體驗到 其實就是內網的速度 對於外網來講 所以如果你沒有內網速度的需求的話 其實第二類型 非滿血的一個機型 就相當夠用了 而擁有完整速度 Wi-Fi 7的一個完全體 大多數是屬於高階機種 像我們這種內容創作者來說 這類型的高階機種 就很適合放在工作室 或者是常常在剪片 傳輸大量資料的地方使用 不過呢 到底這類滿血的Wi-Fi 7機種 會不會很貴呢 其實就像前面 第二類型的機型所講的 在現在Wi-Fi 7市場需求 擴大的情況下 價格自然就可以被打下來 所以現在就有一台 全新的滿血的Wi-Fi 7機種 就是這台 就是這台 Archer B1805 那除了有滿血的Wi-Fi 7以外 同時啊 它有兩個10G的一個網路孔 無論是在有線網路或無線網路的表現上 都有目前最高速的一個體驗 而且重點是價格 這台擁有10G的有線網路 加Wi-Fi 7的Archer B1805 它竟然是一台 萬元有找的機型啊 價格啊 其實也是Wi-Fi 7啊 能不能被市場所接收的一個關鍵 所以只要市場上有需求 價格啊 早晚也可以被打下來 那麼相信Wi-Fi 7 很快也會在市場上掀起一波巨浪 那講完了這三個類型之後啊 你又怕 你不知道你買到的是哪個類型對不對 到底是不是買到最適合你的機型對不對 其實啊 你都不用擔心怎麼選 只要依據啊 以下兩點 你就可以很快的找到啊 適合你自己的Wi-Fi 7路由器 首先啊 你要先了解啊 你的路由器的一個使用空間 如果你是在一個單一空間 沒有太多的遮蔽物的話 那單機型的Archer路由器啊 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是多個空間 或者是空間過大 甚至是上下樓層的透天戳或辦公大樓的話 那麼啊 就是更好的選擇 那除了使用空間以外 接下來就要看你的使用需求 前面我們講到三種類型 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速度跟頻寬 所以你的同時連接數不多 那麼你的頻寬分配 在沒有那麼重的負荷底下 找掉6GHz通道 也不會有太多影響下 第一類型的機器 像Archer B1230 或DECO的B125 Mesh 它就是一個首選 如果你的使用者更多一點 而且對速度有一定的追求的話 那麼第二類型的非蠻血版的水星網路 MR47B1 或者是DECO B165 Mesh錄熱器 就可以考慮 那像是 如果你是影像工作室 或者是你經常要傳輸大量資料的一個地方的話 那第三類的蠻血版機型 像是Archer B180 就非常適合這個環境 因為它弄起來 並去拉高速網路線 還要便宜 所以要去買最適合你的Wi-Fi 7錄熱器 只要先選好適合空間的機型 接下來再選擇 適合你需求的網路速度 那再依照 阿達所推薦的機型 那麼你也可以輕鬆挑選到 最適合你的入門萬元以內的Wi-Fi 7路由器 講了那麼多 相信大家對Wi-Fi 7有一定的認識 目前市場上這樣看起來 幾乎後面出來的機器 都會支援Wi-Fi 7 你看像是iPhone 16全系列 跟全新的LiPC等等 都有支援Wi-Fi 7 這樣對於無論是手機端 或者是家用端來說 支援Wi-Fi 7的設備 就要越來越多的狀況下 Wi-Fi 7的路由器 肯定你早晚還是要更換的 這樣你才能享受更高速的網路體驗 所以你還在想 到底要選哪一台路由器呢 你可以再好好的複習一下 阿達剛剛前面所講的這些機型跟介紹 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選擇最適合你自己的Wi-Fi 7 路由器就對了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